沒關係 你錄到我 侵犯了我的隱私權 不要嚇他 身穿警察兩個字的襯套 騎士站在車窗前 屁屁屁屁叫駕駛下車 雙方載 路中央僵駕駛 你等一下就不要跑啊 大家就為了隱私套嘛 沒關係啊 仔細看這名騎士 雖然穿著警察兩個字的襯套 還掛哨子 裡頭去穿著運動外套 頭上頂著刮皮帽 怎麼看都不像玻璃師達人 你再繼續錄我 沒關係 侵犯人權 你知道是什麼嗎 開車窗 開口嗆一下 手拍玻璃 態度相當囂張 25號凌晨6點 新北盧州自強路 駕駛遇上騎士 穿著警用襯套 違規藍車直呼這太假了吧 因為他不是警察的摩托車啊 他穿的衣服也不信 就是穿那個背心 後面寫那個警察的背心而已啊 正常看的話 不會有警察的是騎士加車 然後又是自己的安全帽 原來秋心嫌犯 現在心武自強路口 違規闖紅燈 黑車駕駛按喇叭示警 他往前追兩百公尺 要對方下車談判 以違反刑法強制罪 恐哀罰九千元 貿用公務員刑事職權 最高可處三年徒刑 至於民眾所穿的 類似警察字樣的稱號 我們會將查契到案之後 請他提供來做比對 民眾私自佩戴 警帽 警徽 臂章還有腰帶 意圖讓人誤認 或是假冒警察刑事權力 小心已經觸法 這回嫌犯角色扮演 頑固了頭 吃上行責 記者林純安 陸宇欣 撐不到